四红十约 排的顺序 我们要回看了 说佛第一个发佛的心 不发心 佛法跟你 没有缘 一定要发心 特别是大臣 尽忠是大臣 菩提心是什么心 救度一切众生的心 众生无边是缘度 这是菩提心 发了之后怎么度 先度自己 然后才能度重生 自己没有度 你度不了重生 那怎么度自己 烦恼无尽是缘断 用什么方法来做烦恼 持戒修订 是断烦恼的 我们现在持戒 生烦恼 都不断烦恼 不学戒 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不烦恼 他喝得很自在 学了戒之后不得了 这一动 这一动就就就就就就犯戒 动个念头就犯戒 一举一动也犯戒 这怎么办 听说戒是清凉 戒是自在 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 怎么不清凉 你没有修到戒 你对戒完全不懂 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 受到老死 还继续搞轮回 还没有搞完了 不是戒不好 戒律是圆融的 大臣教理叫大开圆解 你在戒律里的大自在 你要是不知道 不能够圆融 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带来很多障碍 你的心 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 反而多了 任务 什么呢 戒律任务你了 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 本来实际可以得到清净心 平等心 你现在把戒律 执着 坚固执着 造成了另一种的任务 你看世界法任务里了 佛法现在任务里了 我没见过 也比较快 为难不成 不成功 好 爹